也是车辆比较多的一些 驾驶停的红灯 听到后方传来鸣笛声 音量越来越靠近 原本还想着要怎么礼让 下一秒却看到救护车 直接逆向开到对象车道 一路畅行无阻 就这么巧 上山又看到同一辆救护车 但这时已经没有鸣笛 车辆最后开进台北城市科技大学 原本以为是载送患者 但车门打开 下来一名长发女子 慢条斯里和车内的人交谈 目睹一切的驾驶 看啥了 这是救护车还是计程车 影片中的地点在台北市北投 12月31号上午9点多 目击驾驶从大渡路 看到这辆救护车出现 开往城市科大 约两公里的路程 又是逆向又是鸣笛 在的却不是病患 也不像是医疗人员 被质疑只是赶时间 不想塞在车阵中 有烂犬嫌疑 由于事发时间是连续假期 多数学生放假 只有少数进修班的学生上课 而这辆救护车似乎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校园 每个礼拜六都会有一个就是带来上 每个礼拜六每天带来上进修班 可能是里面一个员工带她的 我不知道什么关系 就是一个女孩子来上进修班 她会带那辆车会带她来 女子坐救护车上课 若跟大家一样遵守交通规定 或许没有违法疑律 但这回不是执行时间 却鸣笛开警示灯 享有优先路权 开得再怎么快 也难以要求用路人礼让 TVBS用于智洋检余期台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